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哎 他发了啊 发了发了发了 没逮着路标 逮着乔天津了 四月一号要放车 也得上四天热素了 这男的说是男朋友吗 都动手动脚的 那肯定是男朋友啊 都把助理给支走了 顾他管理的 哈哈哈哈 这男的远看就是帅哥 肯定不是工作人员啊 看着还挺有钱的啊 奔驰SUV 这些女明星真的很有 快快快跟上 走走走 怎么这么堵呀 到陆家嘴要将近两个小时 高峰时间 可能前面有什么事过 小姐 小姐 嗯 我有个提议 是这样 去你家的路太多了 有没有兴趣换个我们弟弟 换一时分钟到达 天宇明城 我住个地方 有你这样的人吗 你第一次相亲 就把相亲对象管回家 应该有吧 我记得以前认识一姑娘 没打几天游戏 就让我天天去她家 那你去了吗 去了你就不挣进了 我不能跟你相亲 你不挣进了 我去你了 你还在你身上 也不挣进了 你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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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去 你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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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面的车都往后开车 去哪儿 准备出发 距离目的地二十公里 大约需要二十分钟 不小心一看你等 那算了 就去这儿呗 虽然路在路 但我的心在飞 我已经看到热搜头条了 还得带一个抱子 我觉得别高兴太早 万一他们吃了饭就算了呢 这一看就是你太单纯 没谈过姑娘 就刚才那肢体语言 吃个饭哪够啊 那必须也奔酒店呢 还有可能去家里 乔津津家就在路家嘴那儿 来 噢 你太拼了 如果忘记老师 你知道你不知道 里楼 早晓 就是 那个 empresa 保留 做 毕竟 敖晓研究院 你工作的地方 对 你开太快了 这有什么好看的 我押旧的旁边 以后会经常露锅 你家里研究院住这么近啊 就跟着一条马路 是以前单位开发的商品房 我几年前贷款 从同事手里买的 很方便你这样的工作狂 刚相亲完就来看相亲对象的房子 我觉得有点俗气 我的问题更严重一点怎么办 刚相亲 我就想要 这在车里干嘛呢这是 你说干嘛呢 什么也拍不到的 这好像不是乔晶晶家呀 啊 男的家 嗯 很有可能 这车 哦 我想起来了 这奔驰就是乔晶晶的 我见过几回 一会儿到处下车 赶紧摸清楚出来 看看有没有机会排室内 我先去查查点啊 好 哎 下车了 过去过去过去 这哥们儿挺高啊 这哥们儿挺高啊 侧面儿挺帅 这大长腿 哎 不过娱乐圈新人吧 娱乐圈的人能住这儿 也太不方便了 租也得租在新年地淮海路什么的 啊 哎 豆哥 啊 他们下车了 好好好 不行 这么可爱啊 你是不是早有预谋 以后回来买的 算不算早 嗯 那还可以吧 不过没有隆重 不愧是买了太空气净化器 这么多书啊 我能随便翻一下吗 你这个问题有点多余哦 这是礼貌吗 嗯 你都毕业了还要学这么多啊 航天呢是个系统工程 里面涉及到的学科很多 不过 我在总体部 多了解一些 跟分系统的工程师更好共通 虽然不太懂 但是听起来很厉害 很复杂的样子 我明白了 喝点水 这是玉图号吗 对 对 三十比一的模型 好小 好精致啊 还能动啊 嗯 可以拿起来 好可爱 好可爱 我房间里还有一些 带你参观一下